祷告第二十二天 求主光照他不被道貌暗软,包装出来的假敬虔所迷惑,以至于信仰变成看不见的束缚与捆绑,求主带领他不走入与世隔绝的苦修主义,也求主让他有力量抵挡现今流行的败坏思潮与脱轨失序的行为。 当他活在今世的混乱中,求主向他显明真道,对他追求真理的过程,虽然有困惑,却不被困住,虽然有软弱,却不被罪控告,他或向左或向右,你必引导他行在真道中。 求主让他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中,能够不受别人平语的影响,不受民间信仰的思想影响,不被算命星座风水捆绑。 求主释放他在金钱上自由,你若赐他富足,就求主教导他做好管家,分享时没有吝啬。 你若赐他受贫穿的试炼,也求主让他不落入贪心的网络,不落入魔鬼的恶念攻击,误以为自己被遗弃。 求主释放他在环境上的自由,不因自己蒙福便批判在患难中的人。 若他遭遇病痛或厄运,也求主救他不落入约伯咒诅自己的苦毒中。 求主释放他的思想意念的自由,让他不被完美主义或是骄傲、自卑、谎言捆绑,也不被过去不好的经验捆绑。 求主出去他隐藏的惧怕和不安全感,让他的心得以完全自由。 祷告,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